一到快锅点的时候,我们那边夹夹糊糊都会开始炸各种各样的锅子 今儿我们用鱼头来走一锅 口感酥脆不油腻,一口下颗比酥皮还香哦 也就是一斤半的鱼头,先洗干净 然后上锅蒸熟 蒸鱼头的时候,我们来切点小葱 切成细点葱花,先放一旁 再准备30克柏芝麻,5柏克母树典粉 那个时候鱼头也真熟的,去压出来,盛热剥皮 然后加柏芝麻,葱花,一勺野,先抓拌均匀 把鱼头抓成鱼泥,香凉就可以的 那个时候再烧两多次里加入母树粉 觉得稀就加点母树粉,觉得干不好揉就加点清水 能揉成一个光滑的棉团就可以的 揉好后,分成小粉 再整理成小长条 全部走好的就可以来煮的 起锅烧水 水开,下进个猪客,大火猪开 煮到面团全部都浮起来后 再继续煮个5分钟 捞出来用清水洗一下 再拌好给它上色 红区粉用清水拌匀 再用刷子跟棉团刷均匀 一面干的再刷拧一面,可以多刷个两遍,颜色会更红人一些 切的就是两干的 我点的是防疫的状态 摸起来有点银,就可以来切的 先切成片,尽量剥一点,不要太厚的 全部切好的就会掰起来的 一片片的挨个平铺好 然后打到太阳下面可凉塞 连两天的天气还不错的 第一天,基本上已经是板杆的状态了 第二天,摆了牛栋干杆的 偏偏都已经敲起来的,就可以烧毁个的 这就是完全散干的状态 用袋子或者是管子装起来都行 放满酒都不得坏哦 洗的时候,抓一把下锅掌 油温身高达转小火 然后吊进个 几秒钟就全部漂起来的 捞出来就会起的 香酥可口,你们听 是不是非常的脆啊 和薯皮儿养好起 但又多了一份虫香味